那麼下面一個我們就是一個我們最常見的 也是我們這個我們小兒外科 中山醫小兒外科 就是說比較研究的 比較透徹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先天性倔償 先天性倔償 那麼我們曾經的這個我們小兒外科的這個創詞人 就是賴比亞教授 賴比亞教授 他跟現在的就是我們的這個貢情院院士 就是我們北京兒童醫院的張金哲教授 他是同一批人 同一批人 他去創始了我們的南北 南北兩個 南的就是我們的賴比亞教授 北就是他們我們張金哲教授 那麼我們賴市的手術方法 就是我們賴比亞教授這個先天倔償 賴市手術方法就是他創造的 那麼所以我們對這個先天倔償這個 這個 這個了解相對來說比較透徹一點 那麼先天性我們就是倔償呢 我們又叫先天性腸管的無神經結細胞症 那麼簡稱HD 那麼發病率大概是四千到五千分之一 男女比例大概是四比一 男性小孩比較多 那麼我們要特點就是無神經結細胞症 那麼還有一種除了無神經結細胞以外 還有一個神經結細胞發育不良症 那麼就是我們修稱的 下面稱的這個季節腸內顏病 內顏病現在會統稱為同一種類型 都是一個先天倔償的一個類型 這個是這個比較大小孩的一個 最長的一個小孩 那麼很消瘦 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那麼輔腔是這個 這個浮發性的這個膨膿的增大了 那麼它的這個病因 那麼就是這個 由於這個這個 披胎時期六週的消化到這個神經母細胞 這個神經母細胞 這個從頭端上尾端 這個疑心的時候 某種原因是出現這個疑心的組織 那個是直腸和結腸 這個神經細胞缺乳 或腸感不能柔動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不一定說 完全性的直腸和結腸 但是我們多建議直腸和結腸 那麼小腸也有季節腸 小腸也有結腸 我們叫前腸型的季節腸 前腸型結腸 那麼不能柔動 那麼我們主要說 我們不能柔動的話 那麼呈生一個氣息性經亂 那麼造成一個功能性的腸感組 那這個就不是機械性腸感組 那麼由於慢性的腸感組 就會引起靜端結腸的一個激發性的擴張 那麼內炎病呢 主要有很多種類型 現在很多種類型 一個包括我們結腸細胞這個減少 還有這個神經炎的發育不良 還有神經發育異常 跟結腸細胞的未成熟 這些都歸類於我們的這個內炎病 內炎病 超短斷型的 那麼超短斷型的 那麼我們在臨床上跟這個我們的肛門狹窄 肛門狹窄 跟直腸狹窄 是很難分別開來的 很難分別開來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超短斷型的這個劇腸 歸類於我們的這個鋼管狹窄 光門狹窄 光門狹窄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比較常見的這個長斷型 長斷型 那麼聖傑伏有一個前傑腸型 聖傑伏可以見到我們的前傑腸型 就是借腸 那麼普通型的這個借腸呢 是最常見的 那麼多見於我們的這個借腸 那麼可以就是說我們主要是在這個 以上傑腸的眼端 以上傑眼端 沒有超過以上傑中斷 那麼短斷型呢 主要是在直腸的眼端 直腸眼端 那麼長斷型呢 就是說我們到達降傑腸以上 就是前傑腸型呢 就整個傑腸都是累積的 那麼最常見的我們就是這個普通型 那麼它的大體的標本來說 我們借腸我們分為一個傑腸段 那麼傑腸段就是我們的病變段 病變段就是在神經節細胞缺乳的那個長斷 那麼然後呢有個疑腸段 疑腸段就是在狹窄蛋上面 到擴張段之間的 我們叫疑腸段 那麼在疑腸段的這個神經節細胞 它也是不進腸的 也是不進腸的 那麼然後到擴張蛋 那擴張蛋呢有部分結腸 也會出現神經節細胞減少 減少 那麼所以我們要切除的範圍 我們手術切除的範圍除了狹窄段 疑腸段以外 我們也要把擴張段切掉 切斷就切掉 那麼才能保證它再發的這個可能 可能 要是假如你切的過短的話 那麼你拉下去以後做以後 它這個近端的這個 吻合段的這個神經節細胞也是發育不良的 那麼還是一個我們叫複發性的細胞 複發性細胞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擴張段 擴張段 那麼這個疑心段 狹窄段 那麼這個是擴張段 擴張段呢我們知道擴張段的長臂的顏色 跟我們正常的這個狹窄段的這個顏色 是相對 或者是我們正常的這個長段 跟狹窄段的顏色是相對是不同的 那麼一個就是說狹窄段 這個長臂比較僵硬 比較厚 比較厚 而且顏色比較白 顏色比較白 摸上去的感覺也是比較僵硬的 那麼我們正常的長腔是有 這個長臂 長臂是有如動波的 那麼你刺激它會有如動波 而且比較軟 比較軟 顏色也相對比較好 學運 那麼我們這個就是把它這個 拖出來的這個擴張段的這個 這個擴張段的這個階層 還有這個疑心段的 那麼它的這個臨床表現呢 主要是剛才講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胎份 胎份它的主要一個特點 最要的特點是新生了胎份排出延遲 那麼正常來說我們 24小時之內新生了 那24小時之內胎份就已經排乾淨了 排乾淨 那麼如果我們超過72小時 這個胎份 營養含有胎份的 那麼我們就要胎份排出延遲 胎份排出延遲 那麼我們就要高突警惕 我們的這個 先登性戒腸 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頑固性的便秘 便秘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腐障 那麼便秘跟腐障 是相伴隨的 伴隨的 那麼而且就是說我們通過 其他的這個刺激的光明 會引起這個排便 我們很多很多家長都說 我用了開車路 甚至用了凡士林 那麼刺激他 然後他才會排出來便 然後過了以後 三四天又沒有大便排出來 然後就出現腐障 然後出現腐障 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個反复出現的 反复出現的 那麼然後呢 還有一個特點我們體檢呢 就是我們做鋼檢的時候 鋼檢的時候 那麼當鋼檢進去以後 我們退出來 你不一定摸得到狹窄段 那麼狹窄段 因為有個假如是位置相對比較高 狹窄段位置比較高的 你這個鋼檢的時候 你不一定摸得到這個狹窄段 當然你摸到狹窄段 那些很確切 要是假如摸不到的話 那麼你一般退出來的手指 會有大量的氣體排出來 大量的氣體排出來 那麼我們剛我們的住院總醫生 就說我們剛做住院總的時候 我們都會教他 你去會診的時候 要去假如是你手指進去要退出來 有很大量的這個氣體出來 不一定是大便 很大量的氣體出來 那麼他就我們要高度懷疑 他這個是一個聚夜場 聚夜場 那麼還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一個兒童期的慢性的成功組 那麼S光片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S光片底下 那麼在我們腹部屏片 那麼我們會看到這個長腔 這個屏片裡面 S光片裡面滿部腔腔裡面滿部氣體 而且主要是排列在四周 腹部的兩周 腹部兩周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新生物的這個腹部屏片 那麼新生物的腹部屏片呢 它如果是結腸的話 它是滿部在這個中間的 其實是一個階梯一樣的 階梯一樣的 那麼它跟這個 成生物的這個腹部屏片 這個腹部屏片上腔的腔氣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成生物它可能會 集氣在這個腹腔的中部 那麼小孩這個聚夜場 我們是集氣在我們的腹部 這個兩側的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被灌腸 被灌腸 被灌腸裡面我們發現這個狹窄段很近端 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我們的直腸光管側牙 直腸光管側牙 直腸光管側牙 那麼我們都知道我們擴熱機 我們的擴熱機 就包括是內擴熱機也好 外擴熱機也好 刺激以後 它都會形成一個我們的鬆弛反射 鬆弛反射非常收縮反射 那麼就說明它出現有鬆弛反射的 這個直腸壁的這個肌肉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麼如果假如是逸腸的 這個我們的這個直腸 直腸這個直腸也好 結腸的也好 它這個沒有生育炎細胞 那麼有凸體沒有反應 不會出現有鬆弛反射 一直都是收縮的 靜端的 靜端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這個直腸 側牙問題 第二個就是 第四個就是我們直腸裂墨的 這個鎂組織發射試驗 這個鎂陽性神 這個神經 那麼這個組織膜的這個檢查 那麼一個就是我們起財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 起財比較簡單 但是它對於我們的肌肉腸的診斷 它這個我們除非找到我們正常的這個 這個神經炎小體 神經炎小體 那麼我們才能診斷於這個肌肉腸 那麼有些人起財起財起的不好的話 那不一定能發生到這個小體 所以最好我的這個診斷就是直腸臂的活檢 直腸臂的活檢 那麼直腸臂的活檢呢 我們一般不主張去做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直腸臂這個做活檢以後 它就會引起這個疤痕 進這個疤痕 那麼你做賴系手術也好 你做毒哈密手術也好 那麼你分離結腸後臂的時候 那麼你去分的時候就連連在一起很難分 很容易把這個直腸分破它 分破它就會殘留我們的直腸黏膜 一直腸黏膜的話 一個就是我們會引起這個直腸後的這個黏膜的分泌 你引起這個脹腸 急腸的這個感染 那麼進一步會影響你這個溫頭口 那麼所以手術很多失敗 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另外一個人現在很多做急腸活檢的話 我們現在很多這個手術的方法 我們都要通過是鋼門拖出術 鋼門拖出術 最多在長段型的話 我們通過腐腔腺的腐術底下 腐腔腺腔腐術底下來拖出 那麼你如果假而是做急腸活檢的話 那麼周圍這個疤痕的話 你就很難把這個鋼門拖出來 所以這個診断方法 急腸活檢的話 除非沒辦法 通過這四種其他手段 都沒有辦法這個診断了 那麼你才做急腸臂的活檢 這個是一個閉灌腸的一個真相 那麼閉灌腸呢我們要注意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我們在三天前不要去洗腸 因為一洗腸的話一刺激它 它這個可能會形成一個假陽性 假陽性 那麼所以就不能去洗腸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要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時間段去拍一張片 特別是要通過要排一張24小時 就是說灌腸24小時 看看臂肌的殘留怎麼樣 那麼有些也會有殘養性的 那麼假如正常的話 它24小時它臂肌已經排乾淨了 假如是戒腸的話 它還會有一定很多量的殘留 那麼所以要做閉灌腸的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戒腸 還有一點的心臟 我們不要用地劑 剛才重複提醒的 就是我們用優微顯 還是用這個範影不安都可以 這個是它的不同種類的戒腸 那麼看到我們的這個狹窄段 這個疑心段擴張段 那麼很明確的一個狹窄段 那麼而且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 擴張段的前腸它是很僵硬的 沒有這個儒動波 沒有儒動波 那麼這個戒腸的這個併發症 主要一個就是腸根腫 腸根腫就是我們經常見的 剛才講的一個出現嘔吐腹腸 便秘 那麼還有一個小腸結腸炎 那麼這個最致命的就是這個小腸結腸炎 小腸結腸炎 那麼為什麼引起小腸結腸炎 因為這個小腸結腸炎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嚴重的這個水電的平衡 正好造成這個休克 造成這個休克 那麼很多我們現在可能少見 那麼以前我們經常見到這個小孩 說這個手術前也好 術後也好 手術後也好 那麼小孩說這個家長說 我小孩這個高熱 他出現38度多 然後大背很臭 然後八小時以後 我們醫生就說 可能叫他在急癮室留關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排除一下 但是八小時就出現休克 出現生命危險 那麼很多有些死在急癮室 我們曾經在我們醫院曾經也試過了 試過了 一個這個血的經驗教訓就是這個小腸結腸炎 那麼所以我們一旦發現 整道理小腸結腸炎 那麼我們馬上要把它輸入炎 然後要足量的 多量的大量的補炎 究竟這個水電是平衡和穩難和休克 那麼小腸結腸炎主要是一個 出現一個大便 大便次數多 跟腐蟹一樣 另外一個他大便很臭 你要問家長 他說家長說這個小孩大便很臭 他那個臭跟其他我們一般大便的臭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概念的 所以你們聞過了 你們可能是一辟子 你都不會忘了那個臭法 那麼所以如果發現這些大便很臭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注意 一個就是我們要警惕這個小腸結腸炎 那麼第三個就是長腸孔 對於我們前結腸型的這個劇腸 那麼它長腸孔發生的這個時間就會提前 那麼新生了很多長腸孔 那麼我們探進去以後 發生了一個劇腸的這個前結腸的劇腸 我們也很常見 那麼第四個就是這個腐膜炎 長腸孔出現這個時候就是腐膜炎 還有前身性的反應 那麼剛剛講的小腸結腸炎的臨場表現 除了腐脹腹瀉還有高熱 還有這個馬上就是說出現這個嚴重的脫水症狀 還有中毒症狀 還有這個休克症狀 就有一個惡臭的大便 那麼而且就是說我們現在 接腸的百分之六數的小人結腸炎死亡了 都是百分之六數都是小人結腸炎 所以我們要警惕這個小人結腸炎 主要是這樣 包括是我們手術後 手術後也會出現 那麼手術的方法呢 手術的方式不是方法 方法只有一種 那麼都是要通過手術 那麼方式主要是一個非手術方法 方式或手術方式 非手術方式呢 就相對於來說 我們對這個肋炎病來說 肋炎病 那麼以前的觀念來說 所有我們的觀點都經常變化了 那麼以前的觀念來說 我們對於肋炎病的觀點 也算是以及早做 早做 以多做為主 那麼有些曾經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一次切不過切第二次 第二次切不過切第三次 但是現在的觀念來說 對於我們的肋炎病來說 就不一定做這個手術 因為手術的效果跟你不做前的效果 可能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就通過這個回流洗腸 會是擴光 那麼非手術的方式呢 主要是回流洗腸 那麼回流洗腸 你們跟陳正寅的這個特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回流洗腸 小孩子我們一定要回流洗腸 你不可能就說 特別是這個肌炎腸的小孩 你跟陳正寅一樣 你灌他兩百毫升以後 他肯定會長長孔的 那麼所以我們一定要回流洗腸 回流洗腸呢 就是我們每次 不是大概是三十到五十毫升 最有時候會有二十毫升 然後反覆的衝洗腸 才不會引起這個腸腸的這個 腸腸壓力的突發性的增高 引起了腸腸骨 那麼之前腸腸的手術方法呢 我們主要是有幾種 有現在四種 所以我們這個效果數量是四種 那麼我們還有一種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中三一的特殊的這個 這個手術方法 那麼就是我們的耐勢手術方法 就是我們在國內第一次 第一例的第一種的這個手術方法 那麼還有一種方法呢 我們通過這些抵肛門脫出術 抵肛門脫出術 那麼一個強調呢 就是我們的Swinson 還有Dohamon 還有Soft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這個耐勢手術方法 耐勢手術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 Dohamon的手術方法的一個改良 一個改良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手術呢 就是跟 就是剛剛的抵肛門脫出術 抵肛門脫出術 那麼以前對於我們 對於這個小孩來說 一個就是要短斷型的 短斷型的 那麼才能用通過這個手術方法 短斷型的手術方法 那麼但是現在呢 由於這輔腔鏡的這個發展 那麼我們通過可以通過 輔腔鏡的輔助底下 分離這個長斷型的這個長腔 然後把它通過把它這個肛門裡面拖出來 拖出來 那麼以前我們這個手術的年齡 手術年齡 在通過我們的Swinson也好 Dohamon也好 Soft也好 它主要是我們由於它這個 肺破壞一定的高門抗熱機 高門抗熱機 那麼由於它如果它新生的時期 肺是小陰的時期 它這個由於它這個高門抗熱機功能 發育不完善 那麼你做出以後 很多肺出現大便失禁的 大便失禁的 但是呢 就是說我們用這個金高門脂傷 链木玻璃以後拖出來以後呢 就是說我們不會損傷到這個我們的高門抗熱機 就直接拖出來 那麼這手術年齡就是提前了 那麼我們剛出生十來天呢 都有 都做這個肺炎 就是金高門拖出來的根基素都有 那麼以前我們主張都是在八個月到十個月左右 才能去做這個我們的肺炎做手術 那麼這個呢就是一個金高門脂傷拖出術 那麼金金高門拖出術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個肺圈 鋼圈 我們叫菊發菊 菊發菊呢 就是菊發菊 我們就跟菊發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把它充分地擴大這個高門 然後把這個肺炎黏暴露出來 然後把它拖出來 然後把它拖出來 沒有像母片 那麼還有一種最後一種這個部位的 就是我們的先生性的這個直腸高門七行 直腸高門七行 那麼直腸高門七行呢 我們主要是常見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高門閉鎖 高門閉鎖 還有我們的高門前儀 高門前儀 直腸這個我們的直腸會營漏 直腸會營漏 那麼它主要是這個病因的主要是一個我們的 我們的血脂腸 血脂腸 那血脂腸包括我們除了滅尿系統 還有一個消化系統 那麼血脂腸的這個後腸 一個尿囊的這個構成 那麼共同的出口 那麼由於這個某種原因出現不分開 那麼引起這個我們的這個 這個接腸 接近直腸的時候 它這個終止了 神經一個高門閉鎖 那麼 那麼 我們正常的我們的直腸的這個結構 我們都會有一個兩種扣熱機 一個是內外扣熱機 一個是這個內扣熱機 內扣熱機 那麼它由於某種原因 這兩側扣熱機 它由於這個發育的不好 那麼它這個我們對於這個直腸閉鎖的話 它會這個直腸的這個扣熱機 都會發育功能不好的 那麼這個是個它的這個排便的這個生理問題 那麼病理呢就是一個就是底骨 還有這個神經發熱不前 和功能障礙 那麼所以這個鋼鳴閉鎖的 那麼這個鋼鳴閉鎖跟這個長閉鎖 都是會辦法由其他我們的其他系統的這個機型 包括我們心血管神經底極物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會發生一個底骨的發育不前 還有這個隱性的底株類 隱性的底株類 那麼百分之七十的這個小孩都會出現有這個底株類的這個症狀了 那麼這個分類法 分類法我們主要是分為這個中高中低 還有我們的醫生鋼 還有我們其他的少見的氣型 那麼男性來說這個高位的 那麼主要是一個高門直腸發育不前 高門直腸發育不前 還有這個直腸陰道 直腸尿道前內線漏 還有一種類型就沒有漏了 第二種類型的就高位的 主要一個辦法就是我們的直腸閉鎖 直腸閉鎖 那麼這是我們中間位的 那麼低位的呢 主要是一個高門的皮膚漏 還有一個高門狹窄 高門皮膚叫高門狹窄 那麼擬性的高位呢 我們就是直腸發育不良 還有直腸陰道漏 直腸陰道漏 就完全是漏的 沒有看不到高門的 還有一個類型是沒有漏的 這個中位呢 就是我們直腸前庭漏 直腸陰道漏 還有沒有漏的高門發育不前 那麼低位呢主要是一個高門狹窄 還有一個觀管前庭漏 那麼這個是高位的圖形 高位的圖形 那麼一個呢 我們剛才測量 我們主要分為幾個點 等一下畫幾條線 那麼我們才能通過這個畫 通過畫線 我們來見別這個高中低位 高中低位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女性的高位 那麼它會出現這個直腸陰道漏 直腸陰道漏 直腸陰道漏 那麼還有一種類型呢就是沒有漏的 直接中指在這個跟陰道是並行的 那麼男性呢主要是一個直腸 一個膀胱漏 還有一個尿道漏 膀胱漏 膀胱稍微高一點 尿道漏就是這個上一點 還有一個前列腺漏 前列腺漏 這個就是一個女性的 女性的這個小孩 由於看不到這個下面的這個漏 看不到漏口 中間位呢那麼我們直腸前釘漏 還有直腸陰道漏 男孩子是直腸尿道求不漏 還有沒有漏的 那麼你看這個小 這個這個這個尿道裡面排出來有個胎糞樣的東西 糞便樣的東西 那麼我們看他心臟 就是說小孩出生以後他尿部上 因為你不一定看得到 我們問他尿部上有沒有大便 有沒有糞渣 要是假如是尿道尿部上有糞渣的 那麼我們一般說就是有這個漏 那麼有直腸尿道漏 甚至是直腸旁肝漏 那麼中位以上 中位以上的這個先進高明壁索 那麼90%以上都會出現有這個尿道 或者是陰道漏 陰道漏 這是一個位置的部分 高低的問題 高低問題 那麼低位的這個漏口呢 就是我們一個就是鋼門皮膚漏 高門皮膚漏 那麼就是我們也叫鋼門前移 鋼門狹窄 或者是直腸會營漏 那麼都會有這種類型 那麼你現在就是鋼管前庭漏 漏口在這前庭 就是女孩子的前庭 會去皮下漏 這個你看這個女孩子 就是這個前庭 就是從漏口裡面 從前庭裡面 這些大便漏出來 漏出來 那麼還有比較少見的這個機型呢 就是我們醫學鋼 醫學鋼 就是說那就沒有尿 女孩子沒有看不到有陰道尿道分口的 都是一個口的 我們的醫學鋼 這個就是醫學鋼 看不到尿道尿道口 尿道口跟陰道口都是同一個類型的 同一個口出來的 那麼它的臨場特點 那麼因為我們的這個高門閉鎖 那麼一般來說現在都會出生後會發現 那麼我們看看 就是說我們你們去婦產科時期你們就知道了 那麼小孩子他一出生以後 一看看哪個位置 一看就是看高門 有沒有高門閉鎖 是吧 還有看什麼 還沒有還要看才看這個男女區別 所以我們小孩和醫生也是一樣 那麼很緊張的小孩子 一問出生以後不問男女 先問小孩子有沒有高門 有沒有高門閉鎖 第二個就是尿道下的 那麼所以一個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診斷這個高門閉鎖 就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那麼就是一個呢 就是要看看有沒有這個核病的這個 直腸的這個尿道漏 直腸還有這個女性的直腸陰道漏 就是要看看它的這個大便 小便裡面有沒有粉油分渣 那麼有分渣 如果粉油這個分渣的話 那麼說明它有這個尿道漏和陰道漏 那麼有沒有漏管的這個區別呢 一個就是說假如是這個男性的 那麼你以後做手術 那麼你就可能要注意 注意要會不會損傷這個這個這個尿道 就是把它拖出來的時候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這個 你孩子有直腸陰道漏的話 那麼你不一定就是說去做這個 這個做照漏手術 那麼因為我們在肛門閉鎖的話 那麼一定要有它的通道 那麼我們一期我們一般要做肛門 這個這個人工肛的手術 人工肛手術 那麼對於這個女孩子的這個直腸陰道漏的 非是直腸前庭漏的 直腸糾漏漏的 那麼它因為它有個漏口 它可能排便可以排出來 那麼可以通過那個位置洗腸 那麼我們就不一定做這個肛門的這個人工肛手術 那麼不一定做第二期手術 第一期手術 那麼直接就做一期吻合 一期成形術 那麼中間位的也是一樣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有沒有直腸陰道漏 那麼低位型的 那麼你看看就是一個 可能看到一個就是有沒有肛門前移 肛門前移 有沒有肛門前移 那麼肛門前移 那麼它肛門正常的肛門是開口在這個位置的 有沒有肛門前移到前面來了 肛門有沒有前移移到這裡來了 那麼那麼對這種這個 因為我們低位的這個 低位的這個 低位的型的這個肛門閉鎖 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一期手術 不一定要做人工肛 然後也不一定等到它這個三個月以後 六個月以後來出來做這個肛門成形術 就是我們中切把它切開它 然後把它直腸鏈膜把它拖出來 跟這個肛門皮膚這個縫起來就行了 OK了 那麼要注意的就是我們臨床表現 就是一個判別它的高低 判別它的高低 那麼有沒有這個露口的問題 露口的問題 那麼露口呢 所以它分明兩個組 一個無露組 一個有露組 那麼還有 那麼有露組就分明極腸肺癮露 極腸肺癮露 極腸肺癮露 那麼還有這個極腸尿道膀胱露 極腸皺悟露 極腸皺悟露 這些不同的方法 我們處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極腸皺悟露 極腸皺悟露 在這個大半熟這個周章網裏面露出來 極腸皺悟露 極腸皺悟露 整道呢我們一個就是 底神经发育异常的话 它除非出现排便 排大便 排小便功能障碍 那么我们叫盆神经功能不良 盆神经发育功能不良 那么引起有些部分小孩 就是我们的底肌膜膨出 也就是我刚才你们看录像 也可能看到了我们的脊髓三细 中卧针 那么它也会办法有这种畸形的 而且比较常见 那么一个就是钢铁机和钢瓶扩热机的修索功能 一定要的 因为我们术前要评估 它以后术后会不会引起大便失禁 那么还有没有合并其他畸形 那么它的畸形主要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心脏 气管 食道 肾状 还有其他类型的四肢 你看这个手指是一个短指的 短指 四肢肢体的这个气形 那么检查主要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一定要策略导立位 导立位刚才讲的有三条线 三条线 一个是PC线 就是此股联合以底位关系的这个连线 那么一个I点左股下沿 那么一个N线 就是通过这个I点跟这个做一个PC平行线 那么我们通过这三条线 我们就可以划分 发挥为这个我们的这个高中位这个分类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生后12小时后才能拍片 为什么 那因为我们生后12小时刚刚生出来 它这个肠墙里面都没有气体的 即使有气体也好 它不会下降到肛门的 下降到最低端 那么12小时以后 它一般这个吞入的气体 就哭闹或者其他腹息通用过气体以后 它才会到达这个我们的这个直肠的最尾端 最尾端 那么我们才能拍片 看它究竟这个位置是多高 这个距离这个肛门口 这个皮肤表面是有多大 大概有多少距离 那么我们一定要12小时才能一起拍片 那么拍片前呢 我们要导致把它导过来 把它导过来 一定要导过来才能拍得到这个片 还有一个就是漏管噪影 漏管噪影 看看它漏管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那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看看它这个一个前进漏 前进漏 前进漏到那里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个P7线 一个一个I点 还有一个N线 那么一个我们一个就是说这个其中的蒙当 在这个P7线上面以上的我们叫高位 上面以上的高位 那么在中间的我们叫中间位 那么这个超过这个N线的超过这个I点的 超过这个I点的我们就是要叫低位 所以通过这三条线 三条线我们来划分这个我们的这个脊肠辟锁的这个分类 这就是人工化成的三条线 这是我们的标记 这个标记 这个是它的噪影 这个是膀胱 膀胱尿道 那么这个是脊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脊肠跟尿道里面有个漏道 有个痘道 有个漏道 那么手术的原则就是我们一个就是 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叫皮尼亚手术 皮尼亚手术 那么皮尼亚手术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底尾入路 底尾入路把它中心切开 然后把它这个脊肠盲端拖出来 要把它这个这个脊肠的有尿道漏的 有硬道漏的 要把它漏口修补 然后再把它残端拖出来 然后跟这个脊肠稳同 那么它的原则是尽量保留这个我们的脊股脊肠机 或者扩植机的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电刺激仪一边切开的时候 一边这个分别它 分辨它哪条是这个脊股脂肠机或者一个扩植机 那么又有收缩明显的 那么这个扩植机还有脊肠脂股 你不能去切断它 那么尽可能减少对这个我们对皮尼亚手术 尿道肺炎部的这个损失 那么很多修补的时候就把脊肠尿道漏 脊肠尿道漏没有修补 所以要砸掉了 顺其乎有些人把这个一勾 把那个尿道把尿道勾上来 把当今这个漏管把它砸掉了 把它砸掉的都有 那么所以要避免损伤害这个尿道 都发行其形的这个简发操作 还有争取这个分析手术 那么对于低位型的这个 这个肛门壁锁 那么我们就直接切开 直接后切 然后把它拖出来 然后做这个纹合就行了 那么高位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 就是一个底肺炎的肛门 这个皮尼亚手术 还有一种这个就是腹底肺因 高门磁金属 有些就是比较高位的 高位的你在下面脱不下来的 那么可以通过腹部 把它这个脂肠的这个残端把它游离 然后再把它脱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皮尼亚手术的这个手术方法的一个图解 那么一个重型切开 然后分离把它两侧的这个脂股脂肠器 还有外壳的肌把它分离清楚 把它分开拔开 然后这个暴露我们的这个脂肠 暴露脂肠的尾端 残端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在肠内以后 它一般这漏口 这个尿道口 脂肠尿道漏就在这个位置 把眼端把它连通 把它尿道口把它封闭 这个尿漏口把它封闭 然后再把这个尽端把它拖出来 看到这个我们打开以后的这个漏口 这个脂肠 脂肠尿道漏 肺脂肠尿道漏 这是修补以后的 手术后的 这个沉心以后的这个内型 这个是这个脂肠膀胱 还有脂肠膀胱 脂肠尿道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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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一个腐腔腥腐术底下的 我们把这个分离这个脂肠 分离脂肠前头臂 前头臂方便它拖出来 然后上夹 夹上以后把它拖出来 这个是一个借肠的这个图像 这个借肠图像 那么我们叫借肠 我们就是把这个两侧的前臂跟后臂 都要把它分离 分离以后把它拖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通过结肠把它拖出来 这个也是批裂手术的这个图解 那么手术病发现的主要是一个就是高门湿劲 那么高门湿劲主要是一个本身它的先天性的高门扩热器 或者是功能的发跃不完善 或者是本身的发跃不好引起的 后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损伤 手术中的损伤 所说引起的这个高门扩热器的功能的这个松弛 引起这个高门湿劲 那么一个高门狭窄 高门狭窄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稳和口的疤痕 那么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手术后的病人交代它三件事情 一个就是扩光 第三个就是一个定时排便 定时排便 那么扩光呢 我们一般手术后 这个四周我们就一定要要让它扩光 四周一定要让它扩光 包括这个扩光条来扩 用手指来扩 采取不同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定时的排便 因为我们刚做完手术以后 它都会一个大便 它都会次次会增多 那么定时排便一定我们刚开始是早中晚三次 那么你定好时间七点钟 七点钟 一定要一定要叫它拉 叫排便 有拉 没拉 都要让它拉 那么然后一个月以后减少一次 变成早晚 早晚 那么在三个月以后变成一个 变成早 变成晚 那么第二个病发症呢 第三个病发症呢 就是 就是肉管浮发 内莫托锤 内莫托锤 内莫托锤当然很多 有些就是说 由于我们过度地把它 这稳后口留得太长 这个托出来的 这个 剩下太长 引起了内莫托锤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便秘 跟分辨的这个前塞 便秘功能 那就是一个激发性的 激发性剂长 那么我们有部分 我们曾经做过统计 我们有百分之五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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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革命 这个 革命闭锤 都会有半发 有激发性的距离 百分之五的这个比例 那还是很高的 那么所以我们一个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 拖出来的过程中 尽量把它拖下一点 切除多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 拆出來的部位要去縱火檢 看看有沒有這個十英節細胞 好啦 就講到這個 謝謝